又传出山域事故 一支六人的登山队伍 11月10号从南投东浦入山 预计16号从花莲中平林道下山 不料15号其中一名理性队员 在克西帕南山附近落队后失联 接获报案的花莲消防局第三大队 立刻成立五人搜救队 而今天一早搭乘空情直升机入山搜寻 目前为人有下落 早上八点空情搜救直升机 缓缓降落在玉璃镇永长分校操场 现场等候的花莲消防局与林夜署等单位人员 共足的五人搜救小队 全副武装如鱼罐般火速上击北入山 因为15号克西帕南山传出了一起山域事故 有一名女性的山友与他们同行 从东浦入山11月10日入山 预计11月16日由中平林到下山 但于克西帕南山三叉点附近失联 消防局派出五人小组 与林务局与预管处组成搜救小组前往搜救 目前今日早上已于玉璃搭乘直升机前往搜救 同行队友发现李姓女三友失联后除了是报警求员 两名队友留守协助消防搜救队搜寻 另外三人则先行下山 由于失联的李姓女三友就在克西帕南山附近失联 搜救队伍也以此划设搜寻热区展开搜救 花蓮县消防局组成的搜救队伍 目前今日早上七点已经达成直升机降落于太平谷营地 那预计这两日会朝该失联者最后通联处的地方 也就是克西帕南山脚点这之间做来回的搜寻 经过一整天的搜寻目前仍未有斩获 由于山区天势昏暗气候不稳定 搜救队现在也暂时退居太平西谷营地扎营助手 把握黄金72小时救援时间持续搜寻 期盼能有个好消息 记者是玉兰玉立正采访报道